Word 协助某体操作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兆 今天我们会开一个新的系列 认真小小系列 这是网站编程系列 World Developing series 这首集就是基本概念Basic Stuff 编程的定义是什么呢 编程是对电脑装置的 电脑等其他装置的指证 也可以说 编程是要告诉电脑你需要做什么 要用到編程語言這回事。 編程的範疇其實有很多,這裡我列舉了三個,首先我要說的是網絡程式, 網絡程式就是大家經常看到的網頁網頁都是網絡程式, 這也是我們本系列的主題,另外有軟件程式, 其實軟件程式其實軟件是除了電腦的軟件之後, 我覺得也可以幫手機的應用程式應用程式, 因為我覺得加上應用程式,其實也算是軟件的一種, 只要它擺放在手機就叫做應用程式,其實它跟軟件的性質其實很相似, 那最近呢,STEM的熱潮很誇張, 那一間學校也做過STEM, 那STEM是什麼呢?就是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 Science,科學, Technology, 技術, Engineering, 工程, Math, 數學, 這三樣東西呢,令到很多學校都開始有他們的機械人隊, 那機械人其實就是機械程式, 那其實都是一種編程來的, 但其實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範疇都可以關於編程式, 那這些我不詳細介紹了,大家有在網上網找一下, 那大家準備好了嗎?我們現在進入我們網站編程的世界, 網站編程才用到程式語言呢,是HTML, CSS和JavaScript,這個我們後面的幾個slide呢, 就是詳細介紹的,其實也不少詳細, 即是會更深入,但都是基本的介紹, 我們先說一下他們的全名,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中文全名, 超文版標記語言, CSS,英文,Cascading Style Sheets, 階層發揚色表,JS, 其實就是JavaScript, 但我們沒有幫JavaScript改中文名的, 所以我們平時都叫他們JavaScript, 那其實網頁編程呢, 還可以搭配更多不同的語言, 但最基本上, 其實這三個HTML,CSS,JavaScript, 其實已經足夠了, 好了,首先我們說說HTML, HTML剛才說到的全名, 是簽文本標記語言, Whole Form,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是一種標記語言,看名字都知道, 那他們的元素單位是用標籤來作為元素單位,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元素單位就是一個檔案, 即是這個HTML檔案的內容, 那他們的內容呢, 其實根本就是一個標籤, 而標籤呢, 多數都是以國括號來表達的, 這些我對前提會有詳細, 更加更加更加詳細的介紹, CSS階屬法認識表, 當然是用來設定HTML文件的網站的外觀, 因為本身HTML文件的網站呢, 其實是很噁心的, 即是完全沒有排版, 完全沒有Style, 純純白帶黑字的, 那些就叫純HTML網站, 但是呢,加了CSS之後, 就有千變萬化的外觀, 就會吸引人看, 又漂亮一點, 那麼, 對了, JavaScript是一個腳本語言, 是一個比較難上手的語言, 那其實JavaScript的 主要用處都是令到它變動態, 即是有些反應啊, 那個網站, 譬如你按下去彈一些東西出來那些, 都可以用JavaScript做到, 那我們這集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HTML, 訂閱Like, 通知點讚, 有意見可以留言, 不要忘記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